現在要說一說這宗 其實最近 疫情之下就少了電話騙案 但又爆了一宗 這宗40歲主婦 帶了電話騙案陷阱 收到一個自稱內地官員 的電話 說他是涉及一宗 武漢肺炎 假資算的案件 要他交出保證金 他那麼喜歡交保證金 國內的特質 為甚麼一個人犯罪要交保證金 這個女人不如有詐 十個月內不斷匯錢 被騙逃 被騙到6500萬 這個女人40歲 已睡 住在美富生村 一個家庭主婦 竟然 會這麼大猛 說他真的不看新聞 有沒有說甚麼事 詳細的內容 先看看吧 他說最主要是收到假務內地官員來的來電 就說跟一宗 新冠疫苗假資訊案件有關 要求 虛假網站填上銀行資料 交出保證金 其實好像沒有說到 騙的部分在哪裏 騙途提供一個聲稱是中國人民 檢察院的網站的網址 要求這個女士主登入 輸入她的銀行帳戶 即是我說那個 疫苗假資料 沒有說案情的內容 只是說涉及疫苗假資料 女士主信以為真 去年6月至9月期間 按對方指示 先後五次跟四個粗普通話的騙徒碰面 見面那麼多 騙徒向他提供手提電話 聲稱配合內地執法機閣 給他手提就可以了 隨時要知道受害人的行蹤 騙徒要 女士主將電話卡插在他的電話上 藉手機內安裝的惡意程式 截取女士主網上銀行的密碼 一次性密碼 即是你每次轉帳都會有一個密碼 他就可以拿到 事主的密碼 最後一次會面 騙徒將一份虛假的商業合同交給女士主 聲稱可以幫他向銀行解釋 以及收款公司有正當生意來往 以備過銀行審查 合同上有女士主的名字 列有雙方需要遵守的條款和合約內容 也印有快女銀行戶口的資料 頁尾就是女士主的姓名和簽名 整個行騙過程 在去年6月至今年3月 女士主總共14次轉帳 4600萬港幣的保證金 去到合同上的指定 女士主不如有責 在騙徒教唆之下 騙了他媽媽 就說老公生意資金出現問題 騙徒拿走錢之後 女士主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就在網上銀行給他轉走了1900萬 轉走了1900萬 然後還打算騙了老公 騙徒吃水滋味 哇這個女士好味 然後假務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法官打給他要求匯款 法官打給你要你匯款 其實 大陸可能是匯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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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真的要你付錢的 女士主表示沒有錢 於是騙徒向她的老公下手 指他涉及了案件 事主的丈夫覺得很可疑 在今個月3日才報警 女士主合共損身6500萬 當中的款項包括 她的女士主的老母 以及這個女士主名下 的長沙灣物業案揭貸款 長沙灣物業案揭責那麼多錢 警方調查顯示 可能是大單位 騙徒就鋪粗普通話 跟事主是不認識的 至於騙徒在內地 涉及多少人 有多少人受害 就仍然需要調查 這次 他說 這個 受害人輸了積蓄 一副清袋 跟香港差不多 香港也有一副清袋 這個女士主 完全是 沒有看新聞 他好像 彷彿不在香港這個地方生存 是不是內地人來的 沒有說 不過文匯不會跟你說的 文匯刪剪了哪些部分也不知道 所以呢 有機會這些可能是內地人 有機會 他不是刻意不說嗎 我之前我看過好像不是內地人 有看過其他的報導 他就是 好像家裏有錢的 本身他是香港人 就是家裏有錢 但是香港人 怎麼會這麼無知 怎麼會被人騙了十幾次轉帳 騙徒 還說最高人民快轉院長 你的問題比政治分析更難 不會回答你 立即咬 你要分析 受騙的人為甚麼那麼傻 是更難過你做政治判斷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事呢 真是奇怪 看新聞可以看到甚麼 現在其實你不太知道 案件內容 跟什麼 他就說跟疫苗假資訊有關 怎麼跟疫苗假資訊法呢 也不知道 你其實不太知道案情的重點在哪裡 你只知道他有 假人民法院 法院長 假內地公安 你只知道那麼多 以及假網站 關於那個詳細的案情他也沒有說到 關鍵的內容是什麼都沒有說 其實 尤其是這些受騙 尤其是近幾年的騙案 全部都是跟大陸有關的 全部都是牽涉到大陸公安 而大陸公安就很流行叫你交保證金 那麼究竟大陸公安會不會叫人交保證金呢 我都好像沒怎麼聽過 你犯了罪 竟然交保證金就可以證明你清白 這是甚麼邏輯呢 純粹就是 香港人 可能真的身有事 例如有些人 通常 遇到電話騙案 你不要說人家蠢 剛好你有一件事 你以為 那個人回覆你的電話 你可能打了上去內地機關 在做另一件事 因為會中的 因為有些時候會不小心 做了一些很傻的事 至於損失 但你為甚麼會中的 因為你剛剛在做另一件事 你覺得以為是相關的 你打了電話過來 你等人回覆 然後有人打過來 你就心急 以為那個就是覆你的電話 然後通常是 這樣中的 再中下去就是另一件事 通常為甚麼你會中到電話 騙案 你會肯跟他繼續說下去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剛好你正在做相關的事 或是剛好牽涉到法院的事 牽涉到公安 這些情況其實有很多 剛好他有生意在大陸 或是跟大陸有些業務的往來 剛好牽涉到法院 在英國的朋友 小心英文電話 這裡有很多騙案 不停發訊息過來 然後問你拿密碼 甚麼也有 在英國的朋友 小心 這些騙案不會比香港少的 不過全部英文版的 你以為自己不懂英文 糟糕了 你剛剛以為申請政府的東西 糟糕了 或是你申請銀行戶口 你以為銀行打給你 糟糕了 我告訴你 因為我聽過很多這樣的電話 基本上陌生電話打來也不好聽 因為大部分都不是好東西來的 聽不明白去說話 說到明為止 沒錯 因為香港也會發生大量 現在是英國 因為很多香港人過來了 最多就是那些釣魚網站 然後就駁你 按下去 你按下去 你以為 有時候是收郵件 收郵件 辦電訊箱 問你拿密碼 跟你說有優惠 騙你的 叫你轉台 問你用哪一間 然後你用那一間 他就說要發訊息給你 叫你拿密碼給他 太笨了 但是肯定是牽涉到上面 他本身也有牽涉到的東西 重招了 就是這樣泥足深陷 之前 我曾經也有一次打電話回去 剛好那個人回覆回來 就是那些騙案 我就誤會了那個人回覆我 跟他說很多東西 到最後他突然跟我說 他說昨晚跟朋友喝大了 現在在公安局裏面被扣留 叫我匯錢進去補遞他 我很奇怪 沒有理由 你大把錢比我多的 你叫我付錢來補遞你 我當時已經覺得很奇怪了 然後 再打我朋友電話 那個人 聽說你不是在大陸被人在公安過嗎 才知道那個人是騙人的 當然不理會他 再打回來追 打算撲回一張單 他可以利用那個時間 其實是很有限的 所以你真的 一時間 迷糊 但你立即很快醒來 其實他也會破罰了 你一定要 去確認 記得任何東西你打電話去問清楚 問多幾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的誤會 會造成很多問題 你反而問多一點 溝通多一點 我真的告訴大家 你在英國很容易中招 因為這裡的電話十勢也討不通 你打去查火車票 打半個小時 我已經試過很多次了 因為我拿單車上火車要和他預約 他就是不准你網上預約 沒有系統的 要你打電話過去 打電話就每次半個小時 真的半個小時 用了30分鐘 才能駁到有一個人跟你說話 還不知道是否真的 你就很容易中招 你以為他打給你 然後原來是另一個人來的 你拿其他東西就中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無論你在英國 無論在香港 這節我們暫時先講到那麼多 我們見到吧 好